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间很多不满 比如说有些人就说经济学家没有人格 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有些时候一个企业开一个什么研讨会 完了之后发现这些经济学家走学的 一个人十万块钱拿走了 那么我们不知道 比如说包括大家现在很多时候相信 说我们该买股票 该买房子 很多时候就听这些经济学家讲 包括什么那些大的投行啊 那些首席经济学家 他们说的是什么 他们是什么人呢 这个有几个概念上的这个差别 要我看的话呢 中国有经济和经济师 但是没有经济学 这个这个差别 这个很关键的 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 那么又有很多的经济师 出在政策方面出主意 给企业发展出主意 给整个社会出主意 但是那个经济学 并没有完全在中国建立起来 有人 有一个学问 有人前前两年不是说过一句话吗 很难听了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 就是说中国真正算得上 经济学家的不超过五个人 对 这个差别主要是在于 我觉得中国以往呢 总是把这个应用 把这个在美国经济师 管的这个内容 具体的经济政策制定 和商业这些策略方面的 这些主意等等 把具体运动 也看成是这个经济学家 要管的这个内容 这不是这样 这就为什么过去这些年 很多人说 中国经济发展 过去在过去三十年 发展这么快 发展这么多 总应该有几个 中国人的这个研究经济学的 这个学者 得到诺贝尔奖吗 要我看的话 这个这个是完全 不了解 这个诺贝尔奖 不是这个经济成就奖 而是经济学奖 就是说你必须的 在经济学这个学问的 这个领域里面 要做出你真实的这个贡献 那我才够得上 让你去得诺贝尔奖 如果说把诺贝尔 经济学诺贝尔奖 理解为经济成就奖的话 我觉得世界上 第一个应该得到 这个经济学诺贝尔奖的人 就应该是盖茨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 在美国没有任何人说 下一年的这个 经济学 诺贝尔奖 应该是盖茨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 因为他不研究经济学 对 因为他不研究经济学 他对经济学的 本身的学问 没有贡献 对啊 我这才明白 照我原来觉得 咱们邓小平 够得十个诺贝尔 经济学奖 那么 也不是这么回事 人志刚啊 这些就说 在实际的经济策划当中 起很大作用的这些人 你不能说他是经济学家 这不能算是经济 这一定得在学院里 研究经济 就是说 诺贝尔奖奖的 这些经济学家呢 往往呢 按照一个很通俗的 这个标准来说的话 是什么呢 你让那些研究生 大学生 还做研究 做经济学研究的人 看到这个人 写的这个论文 或者写的这个书 眼睛就是 哇 就是眼睛一亮 就是说 在启发 启迪我的智力 在改变我 看待世界 看待人的生活 看待世界经济 或者企业的方面 让我突然之间 我远了这么多 都不能理解的问题 开拓世界观的 这个跟其他的学科一样 这个跟哲学了 文学了 跟心理学 什么都一样 但问题是 在哲学 心理学 文学里 你这个专家 一般人们不期待 他对于现在世界上 发生的事情 有直接的预测 对不对 你研究哲学的人 他一个理论就可以了 他可能跟这个世界 没什么关系 或者说 你不需要他证实 但唯有经济学家 人们忍不住 有这样的期待 既然你研究 经济研究这么好 你得出了一个理论 那么也 的确有人对他的理论 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是不是人家 会有这么一个期望 这样的期望 是不是合理的 当然我说这个 并不是说 OK 你不哪个 让你的经济学理论 你的经济学 知识方面的发现 你不要对社会 有直接的影响 不要就是让这个理论 帮助你 或者帮助别人 重新能够 以更好的方式 预测经济的未来 预测市场的未来 不是这样子 还是希望有 还是希望有 但不是主要 但这个不是第一标准 所以这个是一个 和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那么我问你 平常经常这个 发表那个报告 就是美国那些大的投行 东东就首席经济学家 股民们都看 听他的 他说的可信 我们没有人把他们 只叫做 按照中文意义上的 经济学家来称呼他们 英文的那个 economist 又可以是经济师 又可以是经济学家 所以经济师 跟工程师一样的 他不是从事这个学问的研究的 他是从事这个应用的 但是他发表的预测和这些这个观点 对 跟他所在的这个 这个金融机构 对 有关系 有利益关系吗 那那当然肯定有这个利益驱动了 因为他们 这就为什么这个 比如谢国中 这个几年前因为收了一些关系 新加坡政府的话 结果呢 直接间接的被逼的 离开 摩根斯丹利 这个说明的话就是说 你做的好好 你都不管是首席经济学 不管是首席经济师 还是首席其他的 你都必须的为了 为公司的这个目的 服务 您作为经济学家 有没有 或者听说过这种情况 比如说一个经济学家 他跟企业之间 商家之间 有某种利益关系 对 那么 需要他发表一些言论 这个里头 多少是他作为学者的良心 多少是他为了这个 这个利益 而说的话 对 有这种抉择吗 啊 那 这个 我们都知道 人的社会都会 啊 也受到这个 任何人都会受到利益的 这个驱动 受到利益的这个影响 如果他明显是受雇于某个企业 不管是金融公司 还是其他的公司 甚至于政府部门 那么他有义 为这个公司 为那个政府部门服务 那我们怎么来相信 多少 那这个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应该 自己应该要去判断 你来去判断 不要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 不要把 华尔街的这些公司的 经济分析师 看起来是 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 看起来是应该中立的 这个本身 如果我们这样的看的话 本身的书名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要去洗一洗脑子 再去重新 这个 洗一个 洗一个脸 让自己清醒一下 嗯 这个出发点 就是不对的 我还有个问题 有没有数据证明 经济学家 他们的经济状况 会比一般的教授 学者 会好一点 既然他们这么懂经济 他们自己的理财 有没有帮他们带来 明显的财富 现在够有钱了 对方说来说 商学院里面 金融学的这些教授 工资和经济状况 普遍的都会比 经济学系的这些教授 要好 而且要好很多 这个是 这个是跟 经济学 经济学家 他们往往在 社会上 能够得到的 这个咨询 或者是 做这种 其他的 业界的 这种赚钱的机会 并不是像金融学家 那么多 所以大家面对的 就是说 商学院做金融的这些 赚钱机会多 对 而经济系的学者 他纯粹做学者 所以他不一定有钱 对 对不对 所以他讲了很多 分析很多经济 他其实不一定 买股票 买房子 他不一定赚很多钱 是不是 因为 因为 经济学家 真正的经济学家 做理论研究的 他的 每天关注的 不一定是今天的 经济怎么样 明天的经济怎么样 更多关注的 就是 尽可能的 用过去的 很多年的数据 甚至于 有的时候 几百年前 几千年前的 这些数据 好了 来验证一个 一个假设 一个理论 看这些数据 到底是支持 我的理论呢 还是不支持 我的理论呢 这些东西 往往不一定 跟今天有直接的关系 这就为什么 很多的人说 要我看的话 在中国 什么时候 有还是没有 经济学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判断的 一个标准呢 就是 看看这个国家 最顶尖的 最好的 这个经济学 学报 那些上面 登的 那个论文 是没有经济过 经济学 一年或者几年的 训练的人 也是不是 能够看得懂 换句话说 看了一些 专业学 那个经济学 学报 跟一般的 大众化的 杂志报 就没有差别 你的意思是一般人看不懂了 如果一般的人看不懂的话呢 那就说明这个经济学 才是真正的 转变成文 你上次发讲 他的话 现在要到复了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这个 这个是 学报 这个是学报 对 它出现在另一个 深入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到这个时候 这说明了 就是说有两种 这个 一个是深度方面的 那个真正的经济学 的发展水平 还一个就是 当然我们一般 做教授的有两种 至少有两种 那个职责 是吧 一种职责是 把这个学问 往深度方面 不断的去推 创造知识 还一个呢 就是知识的 那个传播 对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你经过几十年的 那个研究 通过这些具体的问题 收集数据也好 建立数学模型也好 做了很多的研究以后呢 做了几十年下来 可能会让你 对于这个 人类社会 对于经济学 对于人类历史啊 已经有非常 独到的 这个理解和了解 在你看来的话 几乎所有的 这个你看到的 这些事情 都给你研究 东西都可以挂上号 挂上号 在这个时候的话 也许你更有能力啊 把你掌握的那些知识 通过更通俗的形式 在广泛的社会中间 进行传播 这也是对 这做学问的人 对于人类社会 可以做的贡献 也是应该做的一种贡献 而且我还挺感兴趣 就是比如说 这个中国改革开放 这么复杂的一个经济学 这个中国主持这个经济的 这个国家官员 国家领导 跟他身边的经济学家 又是个什么关系 这个咱们广告之后 可以探讨一下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刚才讲了 邓小平也不是 专门的经济学家 那么他决定这么复杂的 国家的这个经济政策 是不是总也是源出于 他身边的一些经济学家 他们拿出一些方案 然后他派本决定 是不是这样一个程序呢 差不多 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 就我的了解 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但是这些经济学家 他们之间有分歧吗 那肯定经常会有的 这个这个 即使你比如说 我是很坚信市场经济 坚信金融市场 在任何一个 现代市场经济中间的 这个地位和作用 但是另外一个 给我也差不多 同样的看法 和对社会 对经济 同样判断的人 可能在一个具体的政策上 可能会 有不同的这个观点 不同的判断 比如说我 我主张那个对民有化 对于剩下的国有资产进行 民有化改革 然后把这些 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呢 聚焚到13亿中国老百姓的手里面 那另外一个 跟我有同样的这个观念的人 可能会说 这个 那这样做的话 是不是 也许不是太好的一个安排 他有可能会说 那这个 俄罗斯的经历 怎么样的 那个修科疗法 不是好像 给俄罗斯的社会 带来很大的冲击 同时呢 出现了一些新的寡头 你这个等于是一个建议 是一个大规模的 国退民进的 这么一个建议 那这是建筑于你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之上 但是当你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起了一个某种咨询的 给政府部门提建议的这么一个动机 那么这两者 其实你的 从责任上 其实是分开的 一个是研究 一个是 为领导献策这样 这种 这个里面研究 当然我刚才讲到的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 一个呢 什么 经济学研究 会得诺贝尔奖 那个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标准就是看有多少人 看了你的研究以后 眼睛一亮 就是哇 就是他的社会效果 社会功能 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说 经济学家不可以去做一些应用性的研究 比如说我为什么提出这个 国民权益 成立国民权益基金 以这种方式进行民运化 最终可以改变 中国经济这个增长模式 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 对投资的依赖度呢 就是因为这个背后的话 有比较专一化的 这个数学模型 或者学理上的这个原因 我也收集了很多那些数据 在这个经过这些研究 拿了很多国家过去的经历 做的统计 这个分析的基础之上呢 我发现 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 可以大大改变 所以我们平常讲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 其实有广义狭义之分 他讲的那个 纯粹经济学概念上 做研究的 那是狭义的经济学家 他不一定出谋划策 不一定对实际问题有见解 自己也不一定赚钱 但是他把这个研究成果 拿出来贡献 假如社会能够应用的话 就像你说的 现在很多出主义的 那都是广义的一个经济学家 我见过几个 几个经济学家 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 这个就说起来啊 就是大骂 都是说这个中国 现在怎么这样不好 那样不好 然后我说 那这个国家领导人身边 不都是有很多经济学家 都是明白人吗 他们不知道吗 然后我发现呢 这几个呀 谁说起来都是说 那些个什么智囊啊 那些个经济啊 白痴 他们懂什么 然后呢 都是说 我做事 你看我明天 副总理找我去 谁谁谁哪个部长 给我打电话 我给他提方案的 记住鲁迅讲过一句话 咬人的狗是不叫的 拼命叫就是没有的狗 这个许教授讲的 这个很对的 然后要是不讲的 我也会跟你讲 这样的人往往是真的 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做这样的社区 但是说真的 这个中国的经济学家 尤其是影响国策的 这些经济学家 在世界经济学领域里啊 他们这个水平究竟怎么样啊 可能在国内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这些经济学家呢 实际上对 现在有人去世界银行了吗 在主流经济学 主流金融学里边 实际上并不是太有影响的 因为坦率的讲 研究中国经济的这些学者 不管是在中国的 还是在美国的那些大学里边呢 目前并不是主流的那些 在世界范围之中 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 因为这个里面 又回到刚才的经济学 什么是经济学的问题 经济学的这个研究呢 不一定是那么具体到一个 基于一个国家的经历 而最好是这个走遍天下 都准的这种一般的 这个真理 但它其实背后 还是有西方中心主义 还是有英语的这个强权 这个世界的学术强权 就是你讲的是理论 我还听过 这还有一种经济学的应用 包括金融的应用 像您那天还谈到的 你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金融啊 不能固步自封 还是应该发展这种种种的金融工具 多借钱 但是你知道 我听一些经济学家讲 他也是好心呢 从美国回来 就说中国的这个银行啊 还不能跟国际接轨 他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说人才问题 说你根本玩不过人家 就说中国的这些个操作证券 操作银行的这些人 说你跟美国的华尔街的 这些金融高手们 你一上去 你马上就掉井里了 在他们的这种议论 您您您您怎么看 哎呀 我我我不怀疑中国人 学这些技能的那个能力 只要给这些机会 比如说像 几年以前 05年的时候 我当时的话 发现那个凯雷收购徐工 这个运作失败了以后呢 当时这个在中国 没有几个人了解 私人股权基金 private equity funds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觉得这个是 这个这个是野兽 是猛兽啊 这个这个不得了 所以我当时的话 就是那年暑假呢 我花了很多时间 写了一些文章 在经济观察报 还有其他的报纸上 也给了很多采访 就是要介绍 私人股权基金 对于中国产业转型 这个经济 这个价值的那个深化呀 到底可以起到哪些作用 这些公司在美国 这些基金在美国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我差不多是少数的几个 甚至唯一的一个人 就是要尽量的 想办法 让更多的业界的人 对于私人股权基金 有更好的理解 今天呢 这个前天 前天呢 我的一个朋友 在北京那个西城区 在西边 参加一个私人股权基金的 那个经理 一个大会 一千多人 都是这个PE的经理 在中国 现在在北京也好 深圳也好 上海也好 其他地方 碰见一个张三也好 李四也好 那么多的人 都是私人股权基金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中国现在 这个学东西 接受东西的这个速度 可以这么快 没错 四年前 现在碰到领导干部 常常跟你讲 私募基金的问题 对 所以 所以我不怀疑 就是说 只要给中国的这些年轻人 中年人 一些机会 我 我一点都不用 一点都不担心 对 他们会很快 中国人民勤劳 勇敢聪明智慧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最后我想知道一下 您对这个国内的经济学界 有什么自己的意见 建言 其实我觉得 中国过去三十年 改革开放 所完成的这个经济转型 经济发展 市场化的这个进程 社会的转型 是包含了西方国家 从十八世纪 一直到二十世纪 所进两百年 所完成的这个进程 这种短期发生 那么多的变化 所能够 特别今天 我们所能收集到的 研究的数据 对于任何 想要研究经济学 研究社会 方方面面的这些学问的人 是一个 这个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中国 今天能够提供的研究的资源 就正因为过去这些变化 太快 太多 太广泛了 就包括家庭 社会结构等等 因为经济发展 也产生了很大的这些变化 所以这种机会 是本来可以 如果这个学术环境更自由 然后在研究方法上面 更能够吸收过去一百年 特别是过去五十年左右 整个世界经济学界发生的这些变化 这些推出了新的方法的话 中国可以给这些新一代的经济学校 提供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中国经济学 这个前景可以很好 但是需要做很多的 特别是教育制度 研究制度方面的改革 对 这中国多好的经济研究的模型 但是 这个普通光样教授 我去到处走学去 这样出不了大师 像美国的这种经济 像克鲁格曼